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国军人 他们有着神圣的信仰 抱着必死的决心 虽然他们也有恐惧 但为了深厚的祖国 义无反顾 没有路 用命去田 没有兵器 用拳头 看到这 我真的感觉到心疼 同时泪目 这一群无名英雄 如果不是电影题集 我们甚至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不会记得他们的事迹 他们牺牲了自己 照亮了前路 我们的先辈 真的牺牲了太多 我们小时候也学过很多 铁骨铮铮 壮烈迅国的狼牙山舞壮士 忍受烈焰灼烧 也不发出任何声音的邱绍云 用身体做掩护 引爆炸药 炸毁碉堡的董存锐 用身体去挡枪眼的黄继光 太多太多英雄 我们会永远铭记 而吴京一阳千禧 主演的长津湖之水门桥 凭借军人情怀 两天票房过十亿 实在是人民对英雄的仰望 对英雄的纪念 网友对票房也议论纷纷 有的说靠情怀 有的说是硬实力 更多的则是期望 长津湖之水门桥 能超越前座吗